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八百文心家族的好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YoungMan 今天我们协会 非常非常高兴 在现场的四位 我们同仁 除了我们最右边的理事长之外 左边有两位是将军 最左边这位是何彭生 何中将 他曾经啊 是干过我们宪兵的 副司令退休的 何中将好 大家好 在中间这位啊 是我们志勇 志勇啊是我们何彭生 何中将的儿子 待会再介绍 今天他是主角哦 好 那在我们理事长边边的这位 李治安 李将军 他是我们王复兴党部 王国良台北市党部的主委 非常非常年轻 我在 两年前认识他的 那个时候 主委你是干执行长 他为人非常非常厚道 做事啊非常非常积极 非常非常努力 好当然啦 今天两位将军啊 都变成副角了 主角就是我们中间这位 志勇 哦志勇 待会好好给我们阐述一下 你的参选理念 一开始 是不是先请何中将 为我们讲两句话 谢谢 我个人也 很有这个机缘啊 做国家的栽培 学校毕业以后 就分化到宪明单位 服役了三十四年 退位以后啊 因为我就一直期待说 国家会一天天更好 老百姓生活越好 甚至军公教的朋友 都能够有所依靠 而且能够 好好度过晚年 可是这段时间呢 我下来之后 看到国家这几年的状况 我就有点比较 比较对国家期待没有这么深 我就想自己 有希望有能够接棒 那这是很难得 我的儿子从美国回来以后 在国民党栽培之下 他有很好的表现 也期待到新竹去努力 我也希望借这个机会 我们这些退休人员 能够让国家老百姓 国家个人 甚至将来 都能够有更好的生活 更好的期待 这是我个人啊 所以呢 我们退休了 我们还有尽棉箔之力啊 替国家替社会 尽的力量 也期待一代比一代好 这是我个人的一个前见 傅司令啊 听你讲完以后啊 我真的非常非常开心 今天如果说 我们国家啊 这么多将军啊 这么多主要干部 都跟傅司令一样的话 中华民国一定是最强 最棒 是不是 不敢 不敢 但是人一定要善中善念 因为如果都为自己的话 哪有国家哪有个人呢 如果每一个人都能够为下一代 自己的利益 就把一边 为国家 为社会 为党国的努力 我相信我们国家 涉及我们中华民国 我们台湾都能够立一族之地啊 可是现在的台湾的社会环境啊 其实大家看都知道 都很灰心 那我们想说 借这个选举 小孩子能够出来 能够改变文化 改变政治生态 希望为不久的将来 不管是哪个政党 执政 都能够把老百姓 带到一个更好的境界 这是我的期待 谢谢傅司令 傅司令 是宪兵副司令啊 我先跟大家报告 宪兵的军风什么 就是忠贞 对不对 那我现在请问一下 陆军的军风是什么 我是宪兵的 我搞不清楚 你也是宪兵的啊 对啊 我在宪兵2020指挥部啊 因为我一直都是陆军 陆军的军风是忠臣 忠臣 那空军是忠勇 忠勇 海军是忠义 忠义 那年轻是什么 年轻是什么 忠勤 那还有一个之前看 还有一个 后辈是什么 后辈是忠爱 忠爱 包主委 我讲有没有讲错 没错 没错 非常清楚 是是是 今天两位将军都是宪兵的 我今天 感觉到回到宪兵的大家族 真的是好棒好棒 好温馨啊 那我们今天温馨家族啊 倍感温馨 接着我想请问一下主委啊 主委你们党部房就在附近吗 对 我们就走过去三五分钟就到 那我今天要邀请我们主委 有空 就到这边坐坐吧 没问题 经常来 那有机会的话 也来我们这边吃个中餐啊 好 OK 我亲自下厨哦 好 谢谢 主委真的是很客气 那你们今天党部 现在的工作应该都是连理的选举吧 对 包括里长议员跟市长 是是是 是三合一的 你们辛苦 你们辛苦 每一次啊有重大活动 我都看到 我们黄国梁党部都很认真 很努力 在为我们所有的陶折在服务 谢谢您 没有没有 应该应该 好现在我们回到我们的主角 不敢 志勇 志勇 我这边 要请教您 您是 新竹东区的候选人吗 是不是 目前是参选人 等到正式提名 就会变成候选人了 是是是 大概什么时候提名呢 应该表定是7月初吧 7月初 应该是不会有问题的 我今天访问你 我是有做过功课的 你知道吗 我在新竹 我打电话问我朋友 我说何志勇这个人怎么样 他们说太棒了 他们都非常支持你 我没挂几块看板 因为节约选举 那他们有看到 我只挂了三块看板 我讲的是实话 我讲真的是实话 谢谢 因为我都有做过功课 我打过电话 真的这样 所以说你一定要加油 谢谢 首先是不是请你先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 我是何志勇 我现在是中国国民党文传会的副主任委员 也是清华大学的兼任助理教授 那我之前在江启成主席时期 我是担任党的发言人 然后负责对国际事务发声 那我也是国际事务部的副主任 那我在美国加州大学取得的政治学博士 那我在台湾是台湾大学的政治学 这个系毕业的 那这次会来新竹参选 主要还是考量到这个国民党 最近这几年老实说 我们觉得它有点江和日下 那这是大环境 然后年轻人也愿意支持国民党 那新竹是一个好地方 为什么呢 因为它有很多的年轻人 它有竹科 它有顶尖大学 然后全台湾最有钱的邻里 就是也都在新竹 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 如果国民党能够好好把握 获得主流民意跟年轻人的期待 然后再正衰起弊的话 未来要重返执政 赢得全台湾多数人民的支持 就不会是梦 而且新竹这个地方 现在看得出来 小党伶俐 然后五党籍候选人很多 YouTuber都会出来选 代表什么意思呢 它是有很多独立判断的选民 那这以后 慢慢随着民主政治发展 它也会变成全台湾的一个现象 所以我觉得 虽然很多人说我是空降的 是的 我是去年才因为在清华大学教书 所以才跟新竹结缘 那我有个弟弟在那边住了十年 在联发科 那可是我们发现 其实新竹就是一个成长的城市 它有很多外地人 尤其很多台北人 都会到那边发展 这是一个好的现象 所以我觉得这次去 我不管是为了自己的一些政治理念 我们希望台湾更好 从新竹开始 也希望 国民党能更好 中华民国能更好 那个地方是一个很好的市井市 所以我想 也在 在这边也跟请大家 朋友们 如果有机会 在新竹看到我 或者是在网路上看到我们一些新闻 点书 也请多多支持 跟指教 谢谢 是,非常好 讲得太棒了 OK 今天下面这个问题 我想请问一下 你在新竹东区参选 是 那东区的政治生态 是不可以简单讲的 这个 其实那个地方很有意思 那个地方是老旧 跟新的社区 一个融合的地方 还有眷村 我没想到那边眷村 那么密集 新竹应该是 前台湾前三名密集的眷村的城市 但它真的很密集 因为新竹是一个十城十建方公里的 这个 县市 所以它其实附地很小 可是眷村很多 然后再来就是说 有 高科技的产业 所以在这个 崇化区 官埔崇化区 你会发现很多竹科的 这个工程师 还有竹科妈妈们 都很年轻 然后 在那地方 打拼 然后另外就是还有当地 比较在地的这个 旧的新竹 原来的这些住民 所以你会发现 在那地方有很多文化的交织 去的话 我觉得也算是一个 台湾的小型缩影吧 所以 而且那个地方 很有意思 即便有闽南人 有客家人 有这个眷村 那个地方 你会发现 其实比较听到的 还是以国语在交谈 所以 我为什么会觉得 它未来会是一个 台湾发展的趋势 你会发现那个地方 其实族群融合的状况 是非常好的 没有族群问题 而且党派的色彩 其实 过去是不重的 是这几年 民进党执政之后 发现有些奇迹怪外现象发生了 所以 我觉得 我们因此也感到忧心了 就是 像那边 这个 以眷村为主的里长跟我说 因为他们是眷村的里长 所以 没有那里民活动中心 我觉得这个东西 就是有点说不过去了 因为 有一些蓝绿的意识形态在里面 所以我觉得另外就是 新竹那样政治生态就是说 嗯 东区 其实 过去只要在东区 东区其实是一级战区啦 我个人认为 为什么 今年参选爆炸 因为大家都看准这个点 而且就是 年轻人参选 那国民党来讲 相对来讲 它的年轻人 老实说是比较少的 这次我也很开心 能够获得这个党的支持 不然地方在中央 让我在那边能够试试看 那我也想 趁这个机会 能够在国民党那边插起 跟其他的这些 年轻的这个参选人 这个在政策里面上 比较高一下 然后想办法去做 是 据我了解 好像新竹地区 这些议员 年龄都偏高 是不是这样子 在国民党的话 因为最近 好像最年轻的 应该脱党了 不知道别的政党是 很明智我不想 年龄是比较大的 这个大概 平均年龄 应该六十岁吧 如果我们去看 时代力量 民进党 大概就是三年几岁的 候选人 甚至民众党 才提名二十十岁的候选人 所以我觉得 我们刚才在 录制这个节目之前 没有老条过天 中文国民党在一百多年前 它这个革命政党 黄花钢之力 死掉的烈士们 平均年龄在十九到二十岁之间 所以我们这样一个 比较偏左的革命政党 年轻的政党 乘起何时 会变成一个非常保守 然后没有人亲人支持的政党 所以我觉得 我们必须要做些改变 那 一个人改变绝对不够 但是我希望能够抛钻引玉 让更多有热情 热血的人 能够路路续加入 政治不是一个单纯的地方 非常复杂 但是你要坚持下去 我相信坚持下去 就有机会做出改变 是 志永讲的非常非常好 我们主委在边边 听了以后 你可以把记录回去 然后做一个改进 是不是这样子 是不错的 党里面现在也是支持年轻人出来 是 年轻我们一讲 想说 小孩子是 国家未来属于 但是青年人 时代考验青年 青年创造时代 国民党如果没有青年人 未来就慢慢就会凋零 我也支持我们志永 这是能够 战胜这次的选举 谢谢 在这边特别谢谢主委 谢谢主委 好 志永我们下面 一个问题我想请问一下 你在新竹地区你看到什么 我看到的 参选的原因是什么 我先讲我看到什么 我看到的是一个 过渡包装的城市 新竹在民进党执政下 他说是科技之都啊 可是我在那边住了半年之后 我发现 他连一个人行道都没有 科技之都连一个全市广泛的WiFi都没有 我们讲科技之都应该是有电动车 无人自驾 交通号制要连锁 就你连整个全市的WiFi的热点都不够 你讲这些东西其实就是过度包装 而且我发现很多基础建设是缺乏的 新竹市政府用了很多钱在做活动 放烟火办音乐 我觉得那是很好 但是如果当你拿太多的钱做这个东西 而没有基础建设的话 城市是没有办法进步的 所以前阵子我们在国民党开了记者会 我们去检讨六都加竹竹 可支配的个人所得的成长率 我们很意外发现 新竹却是这些都市里面的倒数第三名 他没有想象中那么好 最后一名叫台北市 这过去六年 倒数第二名叫桃园市 这也蛮让我们意外的 倒数第三名叫做新竹市 第一名是新北 第二名是新竹县 那为什么大家会觉得新竹县会成长那么高 因为很简单 我们知道很多竹客人 就从新竹市搬到新竹县 我只想问一个问题 为什么 你明明就住在竹客门口 我走路或者是开车五分钟可以到 当然会有塞车 有人可能要一个小时 那为什么你要搬到过桥那个竹北去 我觉得一定有很多的理由在 那我们在那边看这个城市 其实在往后衰退 那很多的市民觉得很担心 风采被竹北给抢走 那竹北那边现在也很发展 很多 可是对我来讲 我觉得这是我参选的另外一个初衷 就是说 当然我们刚刚讲的 希望国民党正衰起闭 而且新竹是一个 很好台湾未来的一个市经史 也是国民党能够再站起来的一个重点区 为什么现在 今年很多议题 针对选举都在聚焦新竹 因为大家很重心 很关心这个城市 这城市只有43万人 其实就是台北市两个区左右 可是为什么会得到那么多关注 因为大家看好它 它应该要在成长 可是它现在并没有 我们在新竹看到这些状况 就是说它的这个所得成长是偏低的 那不符合这个城市未来的规划的愿景 那市政 你看现在市长其实也无心 大概传说它要去桃园 我是它的话 我会好好把这半年 把一些没做的把它做完 它做完它以后 还有很多的挥洒空间的 你讲得很好 刚才你也讲到你的初衷 其实 以我们干军人来讲 我必须要讲四个字 不忘初衷 这是我已经跟我们办公室的同仁讲 各位好朋友 各位袍者们 听完了前半段何志勇他的谈话之后 大家会不会感觉到 中华民国有希望了 我们能够多一点这种年轻人 中华民国当然会更好 我们期待他能够继续努力 当然也需要大家的支持 大家不要忘了 我们还有下一段 请各位继续观赏